咱们今天来说一说如何用侧链加压缩来做闪避效果 大家好,我是Alix 我们之前讲过如何用侧链和压缩来让你放某一个音轨 在整个声音中让出一部分的空间 那咱们今天来讲一个大家经常问起来的 如何去做侧链压缩对混响或者是任何这种人声的效果的控制 这个有一个专门的词叫做Docking 就是闪避的意思 相当于是躲开的意思 而这个闪避它闪避的是什么东西呢 闪避的实际就是你的声音的主体 我觉得描述很难理解的话 我给大家一起来看一个例子 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得到 我这个一个轨道是人声 另外一个轨道是一个发送轨 我发送了一个HTC的这么一个大厅混响 咱们可以一起来听一下 你第一时间就会觉得太多混响了 但是呢你会发现他的人声在结束的那个小尾巴的时候 会有一些声音出来还是挺好听的 但是整个人声跟混响搭配在一起的声音就会非常大 如果我们只听人声的话是这样 没有混响的 所以我想要一个效果是 我希望能有一点点混响 但是这个混响没有大到会影响到我的唱 尤其是在这个人唱的时候呢 这个混响不会出来说 把整个声音都弄得特别的浑浊 但是我要希望在他唱的结束的时候呢 把混响的音量提升起来一点 来补充我整个这个声音的空间 这个操作起来是非常简单的 你可以用一个压缩的一个插件 当然这个压缩插件需要支持侧链 比如我在这个地方用的Pro C2 肥波的一个插件 我用的侧链呢就是我人声这一轨 也就是刚才我们听到人声这个声音 那我把这个压缩呢放在了我的混响的后边 这样呢每当我的人声响起来的时候呢 我的压缩就会工作 就会把我混响过的声音给压下来 这样的话就不会产生跟我人声冲突的时候 但是呢我设置的release的时间 释放的时间是大概200毫秒 那这个地方要提一下呢 是大家经常会说怎么去计算这个时间 特别简单 你的项目的速度 比如说这个项目的速度呢 是74拍每分钟 你用6万去除以这个拍速 比如在这个地方 我们用6万除以74 810.8毫秒 但是你不用那么精确了 810.8毫秒是一拍的时长 假如你希望让它变成半拍 那就是400 四分之一拍呢 那就是200 对吧 假如说这个地方我希望那四分之一拍的时候呢 这个声音就会弹坏了 那就相当来说比较快了 我可以把这个release 释放的时间放在200 再提醒一下没有的时候是这样 如果打开以后呢 你会发现 这样的话你会发现 在你人声一响起来的时候 你的混响的音量就明显被降下了 在这个里面呢 我降到了差不多-6个dB 注意弹起来这个线 这个线呢 就是我刚才设置了200毫秒的释放时间 你一旦你不开不唱了 一旦你的人声不唱了 那这个混响的声音就弹回来了 所以这个呢 有助于帮助你去填满一些这个唱之后 跟背景音乐的这种空间感 我们可以放进去一起听一下 这个时候你始终能够感觉 你能够听到你的人声的主体 如果你没有这种闪避压缩 你个性一个大混响的话 可能就是这样 所以那是这样一个效果 而这个闪避效果呢 实际上你可以闪避很多的东西 比如你可以闪避 混响 在这个例子里面 你也可以去闪避延迟 比如这个地方 那我随便加了一个家里 随便加一个echo boy 咱们听一下 所以你可以通过这种方式 当然只是举个例子 你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去控制你这个效果 至于你希望能够压多少呢 完全在于你这个插件里面的设置 你可以把虽然时候降低或者把比例提高 去让它压下来的更多 你可以通过这个attack的速度和release的速度呢 去控制它 比如咱们刚才听到 你会发现在它唱之间 总是那个声音上上下下的时候 总是会有一点出来的 比如说注意看这个图表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在Pro C2里面呢 你可以用hold的这个数值来调整 比如说我现在把它hold到200毫秒 它的这个释放时间会等200毫秒再开始 这样的话你整个这个闪避的过程是非常平缓的 我们再听一下 相当于是刚才如果你没有设置hold 这个保持的这个时间的话 它就马上会弹回来 如果你设置了200毫秒的话 或者是一个合适的时间的话 它就不会弹回来 我们再对比一下 没有hold的 你就会觉得那个声音一直一直一直在试图着起来 因为压不住了 把hold的时间 把这个时间调起来 再看 这个对于混响来说也是一样的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 就通过自己人生本身这一个音轨来去 来去做的闪避效果 当然你可能会问 你为什么就不直接就用这个压缩插件放在这音轨上 不用侧链直接就用这音轨呢 原因其实很多的时候 你这种时间类的或者空间类的插件 比如说混响或者延迟 它会比你的唱晚一点进来 如果你用你的压缩的时候 往往音头的那个地方 你是还压不住的 如果你是去听你唱的这个音轨 你用非常非常快的启动时间的话 基本你唱一起 马上这个压缩就开始工作 它就不会把音头的那些比较脏的 或者比较的浑浊的 混响也好 或者延迟也好的声音放出来 在这个地方 我们还仍然可以看一下 假如说我现在的 attack的速度是差不多一毫秒左右 咱们把它降到差不多一毫秒 我现在呢 这个是听我的侧链里面的声音是 人声的这个干声 听一下 看这条线没有 马上就下了 再试一下 OK 如果我不用这个外部的侧链 就是人声这个作业侧链 我用internal 自己的内部的 也就是我现在的插件呢 去听这个混响后的时间 然后开始去压缩 注意 你会发现它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它还是会让你的前面的那个声音 露出了很多 没有那么的有效 没有那么的快速有效的赶快去闪避开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可能会需要用到侧链 当然你可以用其他的声音去放到侧链里面 去触发你的压缩的插件 比如你可以把另外一个唱放进来 用其他的唱的声音来控制你这个唱声音的浑响的程度 或者是之类的 你可以以此类推呢 去想出各种各样的使用的方式 所以这个就是怎么去用测链和压缩做闪避功能 尤其是在你用人声的时候 希望能够控制你混响和人声这个比例的时候呢 它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效的一个办法 当然还有可能另外一种有效的办法 就是你去print 就是录出来 就是生成一轨 带有混响的这个效果 然后通过自动化曲线去控制它的比例 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办法 那有机会呢 我们再去仔细的去讲那种方式 好吧 那咱们今天的这个视频呢 就先聊到这 感谢大家支持 别忘了订阅频道 咱们下次再见 好好学习 天天上伤 拜拜